第463集 可是怎么才能见到云王呢 还有一个问题 对方说是正统 到底是什么意思 带着问题 顾清衡更加仔细地观察周围 他发现那些要兵所谓的巡逻 其实根本就是活动范围很小 大部分区域都是较重在巡视 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控制这些要人的 不过很快就得到了答案 是声音 之前他并没有在意 只以为是某种特殊的鸟叫 但是后来发现 每当那奇怪的鸟叫声响起的时候 那些要人就会动起来 只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那鸟叫的来源 再时找不到答案的事 顾清衡也就不再纠结 目前的当务之急 是要见到云王 就在寻找机会的时候 机会出现了 迎面走来一个拎着石盒的叫重 顾清衡顿时灵机一动 手腕一晃 就见一道金光闪过 那人毫无征兆地往前扑了过去 手里的石盒一下子甩了出去 顾清衡下意识地伸手接住石盒 茫然地站在那里 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怎么回事 一个小头目走了过来 却发现叫重已经断气了 不由得倒吸口凉气 立刻有人上前检查 是毒蛇咬了 然后还摇摇头 那意思就是已经断气了 那个小头目显然也是已经 竟然还有这么厉害的毒蛇 他们在这里活动 自然将周围都检查了一遍 甚至还撒了一些药粉 没想到竟然还有毒蛇 可是也没有办法 这个地方属于苗疆 苗疆最不缺的就是毒虫 也就没多想 而是让人再次在周围撒了一些驱赶毒虫的药粉 顾清衡捧着石盒始终没说话 他知道这是他能见到齐景云的唯一机会 那个小头目吩咐完了 看脸顾清衡 那你 你去送饭吧 顾清衡弯腰行李 转身朝着半山腰的那个山洞走去 到了山洞门口 守卫的人依旧对他和石盒都做了检查 没有问题之后 这才打开了石洞的铁门 顾清衡先是扫了一眼的石洞 不是很大 只有一个洞口 里面没有灯 只有从洞口透出来的光 显得有些昏暗 不过却能够看清楚动力的情况 齐景云虽然一直表现很淡定 但是毕竟已经被困了一个多月了 这么多天没办法洗澡 没办法剃须 而且吃不好 睡不好 所以整个人已经憔悴得不行 看着眼前这个胡子拉叉的男人 如果不是特别熟悉齐家的人 顾清衡恐怕都不一定能认出来 这就是那个牛逼哄哄的云王 齐景云看见有人进来 眼皮子都没抬 每天就给他一顿饭 不过就是不想让他饿死罢了 而他也不能这么窝囊的就死了 所以他必须要吃饭 顾清衡蹲下身来 将石盒打开 里面是一碗粥 一个馒头 一碟子咸菜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当郎的声音传来 齐景云那被铁链拴着的胳膊抬了起来 抓了馒头就开始吃 人虽然很狼狈 但是动作却依然优雅 顾清衡不得不承认 这个人从骨子里是高傲的 任何时候都带着皇室的优雅和倔强 旧凭这一点也是值得人敬重的 等到对方将东西吃完了 顾清衡蹲下身 开始收拾碗筷 就在瞬间 他迅速地伸手 握了一下齐景云的手 齐景云愣了一下 顾清衡却很快站起身 立起石盒转身就要走 意味着听到有脚步声过来了 而这脚步声跟那些叫众明显不同 应该是个高手 只是刚到门口 洞里一案 有人已经站在洞口 齐景云握紧拳头 那里是刚才被塞过来的一颗药丸 本来他是抗拒的 但是对上对方的毛子的时候 他就接受了 而且他知道自己有救了 虽然被顾清衡救 感觉有些没脸 可是现在顾不了许多了 他不能这么窝囊地死了 不由抬眼看向那个拎着石盒的背影 嘴角微微地勾了一下 只是在看到洞口那个黑影的时候 又垂下毛子 顾清衡急忙闪身到了洞口的一侧 微微地攻下身子 显得很谦卑 烈焰走了进来 看了眼顾清衡 然后收回了目光 墨歇瞪了眼顾清衡 还不赶紧滚出去 顾清衡急忙行了礼 然后就往外走 等等 烈焰却忽然出声 顾清衡急忙停住脚步 齐景云竟然有些紧张 烈焰走到了顾清衡的跟前 你叫什么名字 俺 俺叫刘打牛 烈焰却忽然出手 照着顾清衡的胸口就打了过去 顾清衡下意识地抬胳膊去挡 但是动作太慢了 只听砰的一声 整个人飞了起来 砰的一声撞在石壁上 然后又跌落在地 张嘴扑了一口血吐了出来 面具也跟着掉了下来 烈焰维持出掌的姿势好一会儿 才收回了手 似乎有些不敢置信 不过 在看到那张平淡无奇的脸的时候 还是呼了一口气 下去休养吧 顾清衡急忙爬起来 什么也不敢说 连石盒也不敢捡 亮呛着出了洞口 不过离开的速度却很慢 齐景云却忽然笑了 哈哈哈哈 烈焰 刚才为什么不杀了那个人 那个人 可是过来救我的人呢 烈焰看着齐景云 虽然看不见表情 但是明显很生气 真的 齐景云却忽然收敛了笑容 说得特别认真 你不知道吗 就连你身边那个 身上有蝎子的人 也是我的人呢 似乎没憋住 扑齿又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胡说 墨歇上前一步 你给他一掌呗 齐景云眨背下眼睛 哈哈哈哈 啊 笑死我了 齐景云 你不用挑拨 烈焰似乎做了一个深呼吸 这才平复了心情 我没功夫跟你磨叽 他承认 刚才认错人了 可是那个人给他的感觉 太过熟悉 不过 如果真的是那个人 内力 不可能那么差 我也懒得跟你磨叽 还是那句话 别让本王想了 你想如何做 就做好了 我一个尖下囚 还有什么好想的 齐景云耸了耸肩 哼 云王何必妄自菲薄呢 帝眼笑了笑 云王的势力 可是不可小觑 你该知道的 之所以不杀你 并不是因为你是王爷 而是因为本尊 想要得到你的协助 哼 你是傻子吗 齐景云抬起眼来 满眼都是讽刺 我是齐家人 怎么可能协助一个逆贼呀 你 烈焰忽然上前一步 一把掐住了齐景云的脖子 何惜你永远没机会 坐上那个位置 合着你就能坐上那个位置 烈焰做了个深呼吸 终究没下死手 一下子将对方甩在了石头上 齐景云闷哼一声 顿时猴头一阵的甘甜 愣是将那口血 给咽了回去 还好了他 烈焰说完 一撩斗篷 转身往外走去 你不杀我 你不杀我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齐景云坐直了身体 烈焰停住脚步 也只是停顿了一下 很快就离开了 铁门再次关上 齐景云正在低头看脸 手心的药丸 然后毫不犹豫地放进了嘴里 入口其化 无色无味 可是很快 他就露出了欣喜的目光 这是陪本雇员的丹药 虽然他的琵琶骨被穿 无法凝聚真气 可是 这丹药 却可以将他散掉的内力聚集起来 这样 只要铁链一断 他就能瞬间恢复五六成的功力 到时候 足以自保 顾清衡此时 已经回到了巡逻的队伍 不过 却密切关注着洞口的方向 齐景云的身体状况还不错 而拴住他的铁链 跟当初拴住唐万千的一样 所以 银雪卷就能斩断 现在 只有等烈焰走了之后 将外面的人解决了再说 烈焰来得快 去得也快 等到烈焰走了 顾清衡拍了下金子 将他放了出去 金子可高兴坏了 刚到这边 他就想活动 毕竟丛林里活动 比戴在人的手腕上 要畅快多了 同时 说不定还能收点小弟什么的 没看到小小黑 整天嘚瑟的 跟什么似的吗 不就是有小弟吗 本大王是不喜欢 要是兴趣来了 我的小弟 分分钟秒杀你 当然 此时不知脑补的时候 他也没忘了自己的使命 可是 这里有二十几个教众 四十多个要兵 只要杀人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 而且 他的毒业那么珍贵 这些小喽喽 可不被他张口 咬人这样低级的活儿 得找小弟来效劳 于是 转了一圈之后 就驱赶了不少的毒蛇过来 当然 那些毒性小的 是没资格过来的 很快就听到 有人被毒蛇咬伤的喊声传来 而且 这样的声音 还在不断地传来 众人发现 四面八方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游来了 密密麻麻的毒蛇 怎么回事啊 前面巡逻的一个教众 忽然害怕了 我 我这刚换过来啊 我 不会 这要死了吧 顾清衡也跟着害怕 会不会 惹恼了山神 俺可是听说了 那皇子不是 蒸笼天子吗 那套儿子 不是龙崽子吗 会不会是将龙崽子 囚禁在这里 就惹恼了蒸笼了 要不然 为什么撒了药房 都不起作用了 周围的人一听 忍不住 面面相去 感觉说的好有道理啊 毒蛇们没有灵性 自然不会分人 就有几条 处着顾清衡 冲了过来 顾清衡 只能将腰里的配刀 抽出来 斩杀了那些毒蛇 不过很快 金子就冲了过来 冲着那些 不分敌我的毒蛇 就张了口 吓得那些小弟们 齐摸掉头 另外寻找目标去了 顾清衡看着 刚才还在跟他说话的叫众 跟着倒下 只能叹了口气 转身朝着山洞奔去 不是他没有同情心 而是对烈火叫的人 他真的同情不起来 这些人 这些人哪个人手里 没有人命呢 只是毒蛇能咬死人 却咬不死药人 也不知道烈火叫 是怎么处理的 那些药人 好像商量好似的 教众们受到袭击之后 他们没有去拯救教众们 反而集体朝着山洞 去拢了过去 甚至有教众 为了躲避毒蛇 跑了过去 也被药兵们 直接拦杀了 顾清衡看到这种情况 心里已经意识到 这些药人被灌输的意识 可能是 一旦出现状况 就要看住洞穴里的人 此时 那么多药人躲在洞口 他就是再厉害 也打不过呀 这个时候 就只能发了信号 照顾盗须子他们 过来帮忙了 我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 冉雷虽然不知道 顾清衡是怎么做的 但是 大半天的时间而已 就可以将这里给搅和了 可见 他真不是一般的人 顾清衡笑了笑 还没成功呢 这些药兵 比那些较重 更难对付 那个用鸟叫声 控制这些药兵的小头目 已经死了 所以 如今他们想要进入石洞 只能将这几十个药兵 打倒才行 大家呀 我去 明光一脸兴奋的起身 快去吧 盗须子朝明光的后背 拍了一巴掌 将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明光的动作很快 上去就将其中一个药人 拦腰斩断 可是诡异的是 那药人虽然没有了上身 两条腿 却还是冲着明光冲了过来 明光倒是也没震惊 直接将那条腿给打散了 此时 其余的药兵也攻击了上来 药兵本身都是有些功夫的 他们只是神经被麻木了 动作却并没有受限 再加上 他们不怕疼 所以 人跟他们打起来 如果不能一招毙命 就会吃亏的 明光的内力惊人 几招过去 足弄将对方直接震碎了 但是这样的情况 无法持续 他的内力再强 也没办法次次 都将对方震碎呀 所以 打掉了胳膊的药人 还能往上冲 就算一条腿的药人 蹦着 也是不放弃的 不行了 我不打了 撂倒了七八个药人之后 明光累了 蹦跳着往后跑 不好玩 前辈 你不是有 磕着药人的药吗 顾清衡看向了道虚子 道虚子白了顾清衡一眼 那些药丸 是需要容水里 让他们喝下去 才能见效的 现在 你能让他们 喝下我的药吗 顾清衡不再说话 你们别追我呀 你们别追我 那边 明光的哀嚎声 不断传来 我们 过去帮忙吧 冉雷站了起来 一去了 就是送死 道虚子 冲着冉雷 撇了撇嘴 你老是带着吧 冉雷觉得 怎么这么扎心呢 咱们来 是为了救人的吧 道虚子 看向顾清衡 那现在救人去吧 说着 指了指山洞 顾清衡这才发现 刚才明光冲出去 一番打斗 将所有的药人 都吸引了过去 虽然他现在不想打了 可是那些药人 却都追着他跑了 山洞门口 反而空了 不由地摸了摸鼻子 这样也行啊 山洞里的齐景云此时 虽然看上去依然很平静 但是天知道 他的心里是多么激动呀 终于能出去了 山洞的铁门 刚刚一声 倒在地上 顾清衡手里 拎着银雪剑走了进来 又见面了 刘大牛兄弟 齐景云面无表情 但是说出来的话 让顾清衡 很想一剑 劈在他的脸上 看着顾清衡 阴着脸没说话 齐景云扎背下嘴 很尴尬 顾清衡盯着他 看了一会儿之后 抬手忽然一剑 齐景云顿时 倒吸口凉气 这小子 这是爆火呢 铁链穿过琵琶鼓 是要在身上开动的 然后将铁链穿过去 如今一个多月了 那铁链跟皮肉 有的地方已经粘连了 现在忽然将铁链斩断 因为重量的问题 那铁链自己掉了下去 还沾着血肉 碰过之后 齐景云却呼出一口气 终于自由了 大恩不言谢 可是再不敢提 刘大牛这个名字了 顾清衡的眼里 闪过一抹敬佩 掏出药粉来 给他附在伤口上 不 我救了你 你欠我一个人情 你 当然 如果王爷觉得不稀罕 末将可以将您再绑回去 求到末将 没找到您 齐景云看着面前 一脸无辜的某个人 终于做了个深呼吸 点了点头 好 本王欠你一条命 顾清衡点了点头 还有 之前的药丸 是陪本雇员的 相信王爷吃了也知道 那是能保住你内力的药丸 一颗 一万两 很便宜了 而现在 你还需要一颗 这样可以巩固效果 另外 你还需要一颗治疗内伤 促进外伤愈合的 同样都是 一万两一颗 我买 不过我现在没钱 齐景云闭了一下眼睛 有种身无可恋的感觉 没钱 可以先记账 顾清衡一本正经的点头 然后 竟然真的掏出了纸笔 记录了下来 立给了齐景云 你看看 没问题的话 就签字吧 过程中表情 一点变化都没有 要是万人看见了 估计还以为 是在说什么沉重的大事 齐景云觉得 自己已经麻木了 扫了一眼 提笔签了字 王爷真是痛快人 顾清衡终于勾了勾嘴角 将纸条 小心地收了起来 没办法 我家新儿怀孕了 我这作为男人的 那点心缝太少 所以 我得想法子 赚钱 养孩子 来 这是药丸 那些撒蛋伤口的药粉 就当赠送了 齐景云差点 被自己的口舌给呛着了 合着这家伙 将我当员的头了 他娘的 气急了 老子还争不出去了 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 兴儿怀孕了 齐景云又看了眼 顾清衡 怎么觉得这个男人 越看越讨厌 你嫉妒我要当爹了 顾清衡却忽然看了过来 与他对视 那就嫉妒着吧 谁让你连媳妇都没有呢 齐景云翻了个白眼 他虽然没正非 但是有女人的好吧 不过 心里终究是叹了口气 唉 多少个女人 也比不上一个心儿啊 赶紧走吧 顾清衡不再看他 转身往外走 免得被发现了就麻烦了 能走吗 要是让我背你的话 下钱 对外算 齐景云刚吃了要玩 已经暗自调息了 虽然不能剧烈打斗 但是自保和逃命 是没问题的 所以 不带顾清衡说完 就冲了出去 顾清衡笑了笑 急忙也跟了上去 此时天色已经晚了下来 齐景云出了山洞 眼睛倒是适应了很 只是 看到山奥里一个人 在玩命地跑 后面跟着一大群要兵 在玩命地追 好吧 一般人都想不到 一般人都想不到这个引开要兵的法子的 咱们赶紧走 道须子招呼了一下顾清衡 要不然的要消散了 就不起作用了 顾清衡同情地看了眼明光 就算去挑衅了 也不会将所有的药兵都吸引过去的 就跟西铁石似的 最终的原因 是道须子在拍明光那一下的时候 在他衣裳上 抹上了药了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山里汉》